与人交往,对方带你如何,其实不用他怎么说,你心里也会有自己的评判,通过两个人的聊天,便能够看得出来,尤其是经常在微信联系的人,他对你是真情实义,还是虚语尾仪,真的很容易辨别,只要翻看一下你们的聊天记录,便一清二楚了,在乎你的人,言语之中让你感觉到如同涓涓细流亲人心脾,很舒适,很想靠近对方, 你们站在对等的基础上,从来没有谁高于谁一说,而不在乎你的人,话语之间透露着敷衍和不耐烦,态度让人喜欢不起来,当一个人经常这样回复你时,其实就是看不起你,不必再保持联系了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对你很敷衍,有一种人,和你微信聊天的时候,总是显得漫不经心, 你强调过的事情,表达的感受,到他那里,自动就消失了,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被人看见过一样,和这种人聊天,你会感到很寂寞,因为他从来没有把你的需求放在心上,对你总是敷衍色色, 其实这是对你的一种不尊重,真正在意你的人,哪怕和你隔着手机屏幕,哪怕你只有一瞬间的情绪波动,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捕捉到,并且给予你鼓励,倾听和宽慰,他们会急你之所急,想你之所想,再不济,也能做出对你的基本礼貌, 如果你和一个人,微信说了一些话,对方却全然忘记了,总是迷糊怠慢,这就说明,你在他的心里,压根就没有分量, 人们对一个缺少价值和分量的人,自然不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,当你遇到这种人时,请果断远离,他只会伤及到你的感情,浪费你的热情,冷淡的回复,淡漠的态度, 当你满怀热情地,在微信上向对方发去一条条真挚的消息,期待着对方的回复,却只收到了冷漠而淡然的回应时, 你是否曾感到心中一丝丝的疑惑和不安,这就像是一个信号,它在你心中敲响的警钟,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被对方重视或关心, 这种冷淡的回复,通常会以明显的短句形式出现,如好的,恩,知道了等简单的话语,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份份冷漠的变迁,缺乏情感和温度,这些短句回应的背后,往往透露出对方对这场对话的不够重视, 甚至是对你的漠不关心,而那些简单的表情符号,如微笑,鼓掌等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方的情绪, 但他们的缺乏真实性和感情的空洞,却让人感到深深的冷漠,这些简单的表情符号,仿佛在告诉你, 对方已经失去了与你深入交流的兴趣,只想尽快结束这场对话,这种冷淡的回复,甚至是干脆的恩,吼等担音节的词语, 就像是对方在微信中对你的一种看不起的方式,他们传达出的是一种优越感,似乎在告诉你,这场对话已经变得毫无价值, 对方已经没有耐心再与你进行下去,有事才找你,无事不理你, 这世上总有那么一部分人,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,他可以不理会别人, 但是当他找到别人时,别人就一定要帮助他,如果你的微信上有这种朋友, 就断了关系吧,真的没这个必要,谁都不是憨憨,我心急火燎找你帮忙, 你永远都是看不见,你一个回头来和我搭讪,我就要捧着一颗心带你, 你又不是谁,凭什么要我单方面的付出感情呢,这样的人,摆明了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的, 只考虑自己的需求,不顾他人的感受,你在他那里, 永远只有吃亏的份,很难讨得一丝的便宜,他办事找你,借钱找你,发喜帖找你, 你又不是冤大头,为什么要维护这样的关系,人生短暂,精力有限, 把错误的人请出生命,留那些值得交往的朋友在心里, 不必害怕得罪谁,做自己想做的事,见自己想见的人,无需讨好别人,拿你当听众, 我们每个人,终其一生,都渴望被看见,被倾听,被重视,被爱, 可是,你会发现,有的人,他们对你确实有些热情, 但是这种热情和友善,是建立在,你能帮他们解闷,你能甘心情愿的, 给他们当听众,且毫无怨言的基础上, 人与人之间,有一道隐秘的界限,在相处中, 总是会有一个人,相对处于上位,而另一个人处于下位, 处于上位的人,很难会去考虑, 一个下位者,心里的所思所想, 上位者,往往只顾着滔滔不绝的, 在微信上诉说自己的烦闷和心事, 让下位者,成为他情绪发泄的对象, 而你,一旦想说点自己的事, 对方就找个借口,搪塞过去了, 根本不会陪伴你, 更不会主动找机会, 让你讲讲自己的事情, 一排心中的苦楚和郁闷, 这样一来二往, 你的心感到无助, 他对你选择视而不见, 那么你们的关系, 也就不用维系下去了, 毫无意义, 漠视细节, 不关心你的生活, 在微信聊天中, 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人会像敏锐的侦探一样, 小心翼翼地观察你的言辞, 捕捉你话语中隐藏的细节, 他们会在意你的日常生活, 工作状况以及情感状态等, 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的, 当你说今天很累, 他们会追问, 发生了什么, 可以跟我说说吗? 当你说最近工作好忙, 他们会关心地回复, 要注意身体哦, 别太累了, 当你说有时候觉得好孤单, 他们会尝试安慰你, 别难过, 我一直都在, 然而, 如果你在微信上碰到一些人, 他们对你的言辞漠不关心, 回应显得漫不经心, 甚至没有任何回应, 这很可能是他们对你的轻视和忽视的体现, 在他们眼中, 你的生活似乎并不值得他们深究, 当你告诉他们最近生病了, 他们只是简单地回复一句, 哦, 多喝点水, 而当你倾诉工作中的压力时, 他们可能会说, 谁没压力呢? 忍一忍就过去了, 这些回应是多么的冷漠和敷衍, 冷嘲热讽, 时常打击, 生活中常有一些人, 你和他聊天说话感, 觉得非常的不舒服, 因为你做任何事, 他都很难看上眼, 甚至你穿一件衣服, 他也会联系到你的身材不好, 在他眼里, 你处处都不行, 而他最喜欢做的事, 就是找到你, 然后冷嘲热讽, 仿佛这就是你们交往的意义, 翻看你们的聊天记录, 大多数时候, 都是他在不断地批评你, 觉得你这里做不好, 那里也不行, 离开了他这个智囊, 你就会一事无成, 你提出来他说话难听, 他却说, 只有亲近的人才敢于说真心话, 其实你清楚, 在他这种不断的打击下, 你越来越不自信, 越来越觉得自己无能, 你们的关系, 如果长期存续下去, 不但消耗掉你的感情, 还会让你产生自我怀疑和否定, 自己贬低自己, 喜欢炫耀显败, 言语刻薄, 一个人越是缺什么, 就喜欢炫耀什么, 无法当着你的面炫耀, 但是却可以在微信上和你炫耀, 小张发了个朋友圈, 表示自己农村的房子终于建好了, 可是不料, 小元却瞧不起小张, 直接和小张发消息, 并嘲讽小张, 没有本事在城里买房, 才在村里建了这么个破烂的房子, 一边说, 还一边炫耀自己, 在城里买了学区房什么的, 说自己多有本事什么的, 其实, 小张的确是条件有限, 才在村里建了一套房子的, 但除此之外, 小张之所以在村里建房, 最大的原因, 是因为他喜欢村里慢节奏的生活, 而小元的确是买了学区房, 但压力却是普通小张的十倍, 表面上说话硬气, 好像很光鲜亮丽一样, 实际小元日子过得很苦, 这就是一个越是缺什么, 就喜欢炫耀什么, 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生活, 这样的人实则过得还不如别人, 甚至内心非常自卑, 这样瞧不起你的人, 他的日子也不会过得有多好, 细节见人品, 小事见人心, 人与人交往中, 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, 而不是被迫接受, 真正的友情, 就双向的付出, 是两个人的相互尊重, 是来自双方的真诚以待, 如果对方总是让你感觉到不舒适, 在一起有极具的压迫感, 那么这样的人, 多半是不能做朋友的, 不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关系, 即便付出得再多, 也很难回收到真情, 那你又何必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, 摒弃不良的友情, 扔掉那些让你疲惫不堪的关系, 你才能在人生中遇到真正志趣相投的人, 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友情和温暖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,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